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国际旅游达人南希 此时此刻我正在美国的怀俄明州 今天我们从蒙大拉州开车到了怀俄明州 现在正是中午这个时间我们找了一家亚洲餐馆 因为这个地方亚洲餐馆附近就只有这一家 所以我们开了大概二十多分钟的车 过来 我不知道这一家餐厅的亚洲餐怎么样 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餐 有没有中餐我也不知道 还是只有泰国餐或者说越南餐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给你们看一下 我今天带了一个秘密武器 我的单山麻辣蘸水调料 这个是云南的特产 我待会我就把这个带进去 走到哪里都不怕了 因为在美国 我觉得吃美国的餐馆胃口都不符合我的口味 因为我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 所以我的口味还是偏向于我们中国的西南口味的 就是像重庆成都还有云南一带的 还有贵州一带的口味都蛮符合我的 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个云南特产的那个调料 我就带进来了 这家亚洲餐馆 这个餐馆的名字 这是我们的卡车 还有我的司机兼导游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哇 我们已经进来了 这边是餐馆的门口 可以看到它们有哪些菜呢 那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好 待会我要点一份餐 然后再拍给你们 我们现在就来点餐吧 好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菜单 它们这里的菜单呢 都是这种英文的 全英文的菜单 没有图片 它跟我们国内的那种菜单还不一样 国内的都是那种有图片的 它这个没有 但我要给你们提醒 说一下 这个soup的英文单词 翻译成中文就是汤的意思 但是它这个汤实际上 它做出来以后呢 就是我们的面条 就是那种水煮面的那种 然后这个呢 Noodles Noodles它的中文翻译成的话 就是面条的意思 但是它这个面条呢 是那种炒面 它做出来就是那种干的 炒面类型的 所以我上一次点的那个Noodles 就是这个面条 我以为是水煮面 结果点完以后一看 就是那种炒面 我并不喜欢吃 所以你们如果来 这边的亚洲餐馆的话 点菜的时候 然后你们可以点这个 想吃水煮面的话 就要点这个soup 所以我现在我准备 待会就点这个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准备点这个 海鲜的这个23号 这个seafood 这家泰国餐 然后它是海鲜的这种 然后价格是 14.95美金 15美金的样子 然后大概的话 15美金也就 多少钱人民币啊 我这个算数也算得比较慢 然后待会呢 我们结账的时候会有 它是给了 这个老美呢 它每次都是给到 20%的一个小费 这个小费 其实你们有来的话 不一定要给20% 15% 20%也是都可以的 只是说你给的低的话 会觉得你可能对它的服务 不大满意 然后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旁边的这个 这个呢 是他们的那个12生肖 中国的12生肖 他们也放在这里 先上了这一个饺子 他们的这个尖饺 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它这个尖饺 跟我们中国的那种 还是蛮像的 这个炒的挺好的 我挺喜欢的 我们的餐上上来了 这个是 给你们看 这个是什么菜呀 我不知道 我没见过 然后但是我这边呢 这个呢 是越南粉 我在这边已经 吃了第三家 这是第三家 都有这样的越南粉 我要把这个放进去 然后用我的这个调料来 这个一份大概是 在人民币 接近100元吧 然后这个也 100多元人民币 然后刚刚我们点的 那个饺子 加在一起的话 还有加上这个 20%的小费 算在一起的话 这一顿餐是 300元人民币左右 用完餐呢 我们准备离开了 给你们拍一下 这个餐馆附近的 一个环境 你们就知道 这里有多偏僻了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怀恶明州 很天气了 你们看周围都是这样的 荒郊野外呀 这个地方 居然能找到一家 亚洲餐馆 我们看 我们看这里 要么就是牧场 要么就是这种农田 不是农田 是田野 就是他们的田园 这里全部都是牛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 我现在到达的 这个怀恶明州 这个地方 特别特别偏偏 那么本期的视频 我就介绍到这里了 欢迎你的收看 我是国际旅游达人南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